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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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話不是宣揚性開發 我的話是希望我們用開放的心態去談身體形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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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畫的人性慾望啊 性啊 其實是很西方的 但是我的背景故事是東方的 因為它有很大的一部分是 描述性押藝啊 就是東方 性押藝的身份時候 延伸出來的故事 其實在它過去這十年的創作之中 主題一直離不開欲望 以及人生 以及心理學上的一些情感跟壓抑 那這一次展覽的文章 藝術家也更明確地表達出 它的創作的這個完整的脈絡 覺得就跟植物學它的分裂是一樣的 所以在展覽中用了裂這個字 那既它是希望的意思 那也跟欲望做出一個相呼應對照 但是我覺得看0.0.0的藝術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直接的 它是非常直覺性的 所以我看到它這張畫的時候 我完全是看到它是在描述跟生命有關係的 因為從植物的周期 植物的生命到人的生命 在我看來縱觀是一個整體的 在這張畫裡面 那個醫生 婦產科醫生 他是手拿著花 我覺得他 這朵畫可以錯開現實 就是病房裡面的那個真實的狀況 然後錯開這個狀況讓 讓我們覺得它是 其實它也可以說是一個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吧 其實這張畫我是要畫我爸爸 我小時候經常看到我爸爸 穿著內褲去上廁所 後面那個小女孩是我拿著一朵花 玫瑰花 其實一個人拿著一朵花 是要獻給另外一個人 善意的給予的 善意的禮物 這張畫她的眼神 這個爸爸是看著遠方 然後這個小女生是看著觀眾 然後這個觀眾是看著小女生 也是看著這個爸爸 然後這是我經常會使用的一個 就是眼神的傳遞 我覺得我只有在眼神上 會用成人的眼神去畫小孩子 她會跟觀眾有互動 所以她會使一個交流這樣子 從她眼神給每一個人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那不同的人看到同一張畫 他們的感受也都會有不同的啟發跟感動 同時我覺得她會使我們觀眾可以更聚焦地 專心去審視人 讓我們去思考人的本質 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我也非常喜歡 林立寧她的風格 她會讓人去討論 去仔細地思考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藝術品 該有的特色跟元素 我們要看清楚 一陣子 她會比這位 一陣子 唯一 這是一個女生 算是一陣子 價錢 是一個女生 詞人 舊